哈嘍,我是瑞娜,欢迎来到我的乙游小世界 大家看到影片标题就知道这次票选出来的结果 中原FD公示书的开箱票数比披露折纳FD游戏来的高一点点 其实两个比例为乎几回的差距 我之后截录到的比数是53比47%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开箱中原FD公示书啦 再说到吉韵通知说Aptom的货到仓库之前我都超级担心 因为角川集团被骇客攻击 所以货员资料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见了,网站也不能用 我真的超担心我的货没有办法顺利出货 不过还好最后也是有顺利收到东西 所以这次的开箱Aptom的全部特点我都拿到了 从拆箱开始大家就会看到一大堆重复的公示书 不确定日本那边是怎么包装的 但是我有请吉韵帮我集中成一箱 吉韵就是把东西都放进去 Aptom的包装基本上压克力力排那些小周边的东西是有用气泡布包起来的 虽然书只有塑胶套 但是因为其他比较硬的东西有气泡布 所以在箱子里面也没有什么箱状的情况 我牧师起来书都没有什么问题 让大家看看这个箱子到底有多满 真的超级超级多本公示书 除了Aptom的之外我也有买animate家的特点 所以总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本书 我真的超级失心疯 我每到七八月都会有非常严重的购物症出现 我都会超级想要乱买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每年七八月工作都特别忙 所以这个时候我都会大手臂的乱花钱 我们把公示书留到最后来看 我们先来看animate家的特点长什么样子吧 animate家的通铺特点其实东西还蛮少的 它就是压克力的吊饰力牌 不过比Aptom好是有女主色蕾丝 A家的包装很标准 它都会用一个塑胶封膜把所有东西套在一个纸板上 其实这样的运输方式是算比较好的 东西比较不会散落 不过这种就要比较小心在运输碰撞的时候 里面硬硬的东西跟书是压在一起的 所以我的书封上面是稍微有压痕的 打开之后就会看到压克力吊饰啦 压克力吊饰每一个都有单独小包装 打开之后我觉得超级美的 虽然是一张图用到底 大家会看到这套图一直重复出现做成不同的周边 但我还是觉得蛮好看的 这个压克力吊饰有大家的代表色 代表色是刷半透明的 只有角色跟背景框是做实心的印刷 所以在阳光下面还是可以看到整个立牌稍微透光透光的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然后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压克力吊饰大概都会怎么去使用 那我自己的做法是会把它们用绳子挂起来 然后就会有点像露营的挂灯 不过因为压克力比较重所以还是建议要绑住 如果只有用切的其实贴不太住 再来我们来开箱Afton的特点 Afton的特点总共有出两种版本 一种是有含封面图的大压克力的装饰版 另外一种是没有公式书封面的压克力版 但是有男主立牌的 你只能选要男主立牌加封面大立牌 或是单独男主立牌的版本 大立牌是没有办法单独购买的 路卡老师的版本我是买有含大立牌的版本 然后其他男主的我就是买没有含大立牌的 包装有气泡布包装所以还蛮安全的 我们先从大立牌来看起 大立牌有另外自己的盒装 打开之后里面还有再装气泡布做防护 这种大立牌大部分都是用金属支架 金属支架贴在盒子上面 金属支架就是转转转锁上去的 然后因为这个立牌非常大 它有附两支 安装起来是非常的稳固的 这个立牌超级大 它的大小跟公式书是一样大的 差不多就是A4大小 近看的时候我觉得封面立牌的印刷是有点曝光感的 男女主的脸的那边 颜色整个有点比较白比较曝光 如果是看公式书的封面的话 反而不会觉得脸有曝光的感觉 但是立牌印刷起来应该是因为有调色过的关系 所以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压克力版还蛮好的就是 它帮整个大图印给你看 不过东西真的很大 这个立牌真的是需要有地方摆才值得收藏 我这次买Apple的东西都有一点 哈?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大?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再来男主特点我们就一项一项来看 我全男主都收了 最大的原因是 中远我最喜欢的老公是露卡老师 但是我觉得这套图的露卡老师 有一点稚嫩有点呆吗? 我觉得是这全部里面画的最没有让我很满意的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如果我只买露卡老师 我应该会很后悔 其他男主被画得这么帅 后来不收一下好像很可惜 所以我就决定全收了 每一组男主有附的东西有四样 有一个徽章 一个压克力透卡 然后有一个大力牌 再来是一张留言卡 我们就一大项目一大项目来看 我们从大徽章开始看 这个徽章整个是做亮面质感的 虽然是同一套图 但每一款图的背景设计都不太一样 这套徽章的背景是有点灵格纹 然后也用不同的大家的代表色的深浅不同色系去做搭配 我觉得整个背景也是有质感很好看 这个徽章的颜色就跟后面的半生力牌的颜色是有搭上的 这个徽章的尺寸直径是75mm 跟我们一般看到的65mm是不一样大的 我拿大部分的中文先令版副的徽章来比一比 一般的徽章是55mm的大小 75mm真的大蛮多的 是去买随机徽章抽取的那种尺寸 再来是角色透卡 透卡的尺寸是一般名片的大小 拿在手掌里面整个很刚刚好 我之前一直不知道这种透卡的用途是什么 不过实际拿到之后觉得很喜欢 加上不同的背景框也有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压克力材质不怕凹 随便放随便摆感觉都蛮适合的 我还要想一下之后要放在哪里比较好 比我拿到前预期中的还要喜欢 再来我们来看超级大的半生力牌 我在买之前其实没有很认真的看尺寸 就想说大概十几公分 应该差不多就是比较常见的那个尺寸吧 没有想到拿到 哇怎么这么巨大 难怪是卖这个价格吗 大家只从画面来看可能没有太大的感觉 用我的手来当作比例池给大家看一看 我的一个手掌是他整个人的身体 然后衣服的手还整个举起来 衣服的这个力牌真的超级大的 底座就是另外用塑胶套 他是没有另外封膜的 我觉得底座做的蛮好的 底座的设计除了有不同的代表色之外 在透明的部分有一些是真的全透明 还有一些是做霧面透明的质感 用不同的素材跟渐层的颜色去搭配起来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每一位男主的力牌呢 都有大家大大的名字 然后再配上一个圆框 角色都很像要从那个圆框冲出来的感觉 整个很活泼生动很可爱 不过这套力牌真的超大 来给大家比一比看看到底有多大 我们从最常见的全身力牌的尺寸来看 大概是15到18公分的全身力牌 我把我的Adan放上去 不觉得是小矮人遇上大巨人吗 Adan的脸突然变得好小 再来拿中文限定版很常见的半身力牌的大小来比一比 一放在旁边也是只剩下一半的大小 再来是之前买Aptom比较大的半身力牌 放上去也是小了不少 只有他三分之二的大小 用其他力牌来比一比 大家可能还不一定有感觉 我们拿游戏片来比 基本上就是一个游戏片的高度 甚至还要再更高 有没有觉得真的大得很夸张 这一次Aptom做的力牌真的很大 一字牌开来我还真不知道要怎么收怎么摆事 它的实际尺寸大概是一只尺18到20公分 衣服的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应该差不多都有25公分左右了 最后来让大家看看一字牌开的美颜盛事 是不是超级美的 而且因为整个印刷的脸很大 所以近看就觉得还是蛮幸福的 虽然很大很困扰很难收纳 但是看到老公们的脸又觉得很满足 最后我们来看到留言卡的部分 里面的内容大致上就是男主们对女主表白的话 是那种真心对你告白的留言 他们会说自己怎么样 然后因为你的怎么样 有救赎了我 我永远爱你等等之类的 里面的内容就是很甜的那一种 内容我就不细拍给大家看了 中原FD公示书的店铺特点的内容物就是这些啦 接下来才要到今天的正片 我们来开箱FD公示书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还没有玩续作 所以我对封面还没有太大的感觉 不过还看到蛮多中国微博的太太说 能看到这个画面好像还蛮不容易的 能看到这些人团聚好像别具意义 感觉真的要等月底玩了游戏才能有感受了 虽然有一些角色是反派角色 但我觉得整个封面的氛围还是呈现的蛮好的 是一个很温馨大家在酒馆喝酒相聚的感觉 对于中原的剧情来说的确蛮得来不易的 公示书打开之后我习惯先看一下里面的印刷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他没有他一样是外面的封面图 再来会看到目录的部分 整本公示书分成四个大章节 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游戏的CG跟故事 第一章节illustration里面是目前释出的所有的封面图 有横式的直式的然后还有FD收入的不同版本的封面图 以及部分电特的Q版图 我真的超喜欢BOX版的这张图 然后再来还有BOX版的封底的图 以及FD发售的时候不同电特的Q版图 还有海报布的图 这几张都超好看的 再来后面还有欧社在东市下市贩售的图 这些图都是之前有被做成立牌那些的东西的 还有后来中原朗读剧的图 把中原目前为止有收入的活动的图都收入的蛮完整的 后面还有简单的世界观跟背景美术 再来后面第二章节是角色介绍 跟中原第一本FD的角色介绍蛮接近的 不过多了不一样的例会 看起来是FD才出现的例会啦 因为这个地方看起来有一些剧透的成分 所以部分角色的例会我有打马赛克 角色介绍的部分属于至少图多的 而且图放的蛮大蛮好看的 后面包含配角们也都有收入进去 再来后面一样是场景图 然后是房间里面的背景场景图 再来Chapter 3是游戏的CG跟故事 后面是分成不同男主的CG一大部分一大部分 上面还会附上CG的对话 因为这个地方剧透的成分真的太多了 我自己也还没玩游戏 不知道大家对于被剧透的感觉怎么样 所以我这边都打马赛克了 有一些图真的超好看的 而且看了这些CG图之后 我觉得读老师在画FD的CG 品质比本传还要再更好 有几张本传的图我觉得还有一些肢体小崩 但是续作基本上看下来我觉得都没有 而且有的图是很符合中原黑暗背景 但是又在黑暗背景中画出唯美跟甜甜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厉害非常好看 再来后面的部分还有开场的production 都是跟游戏有关的内容 我就没有太仔细看 再来后面还有把游戏会出现的小道具的图卡都放进去了 最后呢Chapter 4 Special Feature 这个部分就是收入了各种没有被做成商品的图片们 很多都是读老师在Twitter上面画上面分享的 里面有读老师画的祝贺图啊或是一周年的图 恭喜发售的图 还有万圣节等等的老师画的一些很可爱的插画 还有一些庆祝的图 再来后面还有老师画的一些可爱小小的漫画 都是可爱可爱的剧情 这些图真的都超好看的 再来后面收入了中山志美老师新写的故事 故事内容都是属于偏好的那一边 是比较好的剧情 不是那种虐心的 再来后面的内容收入的是Bizlog 在不同年份月号收入不同男主的QA问答 有关于CG的回顾 还有留言给男主们的讯息 再来后面还有关于制作团队的访谈 里面包含了怎么决定制作 然后制作的五个故事是什么样的 整本书的内容就是这些 其实内容比我想的还要再少 我本来以为全角色的生日图 还有这次三周年超级好看的塔罗牌图 我以为都会收入到这本FD的公式书里面 但是没有 所以中原再过几年之后 是不是可以再重新出一本豪华版的公式书 像Corealize那样子把所有所有的图都收入进去 我觉得生日图跟塔罗图没有收入真的都太可惜了 三周年这套图也真的超好看的 我很想要在日拍上面拍路卡老师的立牌回来摆 我觉得中原的公式书整体的图偏多 像是角色介绍的部分字也算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以图为主 只有后面的故事还要访谈内容的字稍微多了一些 如果只是想要收藏美图的玩家 我觉得这本公式书收起来还是不错 续作的公式书的排版跟本传是蛮像的 尤其是在角色介绍的部分 两本书收入的图还是有想过 本传公式书的图都没有收入在续作的公式书里面 如果要我说要买哪一本 我选不出来 因为两本的图完全没有重复 所以如果预算没有限制的话 我是蛮推荐两本大家都可以买的 但如果有预算限制的话呢 我推荐大家买续作的公式书 因为续作的CG糖度比较高 中原FD公式书的开箱就到这边啦 我自己开箱了一本公式书 然后我自己想要留一本当收藏不裁缝 所以我最后会多五本公式书出来 我是预计做乙游年度统计的时候要再办抽奖给大家 你们有办法等到年底来参加抽奖吗? 会不会在年底大家都已经有中原公式书 就没有想要参加抽奖了呢? 如果大家真的有想买公式书的话 如果不急着马上就要买到 我还蛮推荐大家过几个月 或是偶尔上去亚马逊上面刷来刷 亚马逊在实体书上面还蛮常打折的 不知道大家看完一大堆重复的开箱物之后 觉得哪一样东西最好呢?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立牌很占空间 又有灰尘蛮麻烦的 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抗拒收藏立牌 每一次出门看到这些立牌对我笑 我就会觉得 又有动力可以继续上班了 然后也可以把这些自己觉得很漂亮的东西 摆成自己喜欢的样式 我还是觉得蛮好的 不过灰尘真的很困扰 尤其像我这种开放式空间放的灰尘会特别多 整理起来是真的蛮麻烦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下部影片就是分享皮鲁珍娜FD一束之风的心得了 我们下礼拜再见咯 这里是分享一女游戏的频道 大家对一女游戏有兴趣都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想要看更多有的没的的一女游戏开箱 也可以继续关注我 大家拜拜